那我们先把那个Roomit讲一下 因为那个用的机会非常的大 反正是万用的啦 不是远距客才能用 平常也都可以用 好 现在回来之后 Roomit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执行档 不需要安装 所以如果你要用的时候 我们先把它解压缩 按右键 因为它是一个压缩档 按右键7zip 解压缩 好 解完压缩之后 你下之后要用的时候呢 你直接 直接执行就好 好 比如说我要执行Roomit64 那点完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小视窗对不对 按OK就好了 这样子它就已经存在你的电脑里面 好 那所以当你要用它的时候 比如说 这个地方我要给你看清楚一点 我就把滑鼠移到这边来 然后呢 请你注意 记得一个快速键叫Ctrl2 Ctrl2按下去之后 没有反应对不对 这时候你把滑鼠的滚轮往前滚 你看它就放大 往后拉 它就缩小 然后同时它的游标呢 是变成一个红色的 十字 那红色的十字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是可以写字 可以说 可以做说明的 好 那 往前滚 往后滚跟做说明 那说明完之后 如果要跳出这个状态 直接按滑鼠的右键就可以 右键按两次 或者按Escape 它就回到 没有用这一个Roomit的状态 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你唯一要记得就是Ctrl2 然后就可以用滑鼠的滚轮去放大缩小 那在放大缩小之前 你要记得 你要以哪里为中心 滑鼠先移过去 移过去之后才Ctrl2 然后滑鼠滚轮往前往后 好 请看各位同学 这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用的 这样就开始讲点 好 讲解完就按一下Escape 它就回到正常的状态 OK 好 那我们给各位老师试一下 所以以后学生远距的时候 荧幕看不清楚那个字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样子处理 这样放大缩小 然后可以同时标注 所以如果你有手写板 就可以直接用写的 写的比较漂亮的字这样